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情况怎样可以恩典呢? 通常是基督徒讲出神的帮助、神的祝福 去鼓励人去赠从 这是神的恩典的鼓励 普通的情况 在上班的时候的鼓励、恩典是 好的东西令他会开心的 这是一种在世界上的恩典 例如你可以这样说的 我们在世界上的恩典不如神的恩典 因为神的恩典是我们还没有做什么事情神已经祝福的 但世界上的恩典是当你做的时候 你就会这样说的 当我们快快做好 不要被这个上市影响 老板就很开心了 老板就会给我们什么好处了 我们就可以开心去做 一起做就更多的赏赏了 这个是恩典鼓励 这是有什么老板会做的帮助 从神来说 神是有很多原因鼓励我们喜乐的 首先 神是喜乐的 天堂是喜乐的 有一天我们都要享受神的喜乐 神也帮助我们喜乐 因为喜乐的时候整个人就健康了 喜乐的时候 我们就有开心荷尔蒙出来 我们更畅快 整个生命更开心 神也喜乐神就祝福了 所以我们喜乐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边想 我赞美主 神就喜乐 所以我就喜乐 我喜乐的时候 神更喜乐 神更喜乐 神就祝福 这些是用恩典 神喜乐看到开心的人 但我们以神为乐 祂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以神为乐 神就叫我们成家地的高处 叫我们成为尊贵的人 偉大的人 神就赐我们力量 这个是恩典的鼓励 神也是帮助我们 神的灵同在 也帮助我们有喜乐的 我们工作的时候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一边工作的时候 一边开心 这个是不是有恩典呢 的确是有恩典的 因为当我们赞美主的时候 神的同在临在 神的同在在与我们一起 就会带来喜乐 这个是恩典 我们赞美主 这是律法 没有错的 律法不是错的 我们赞从神是赞美主 是好的 赞从神带来福祭 这个也是对的 圣经也说的 但我们赞从神的时候 会蒙福的 两方面 赞从神是律法 蒙福是恩典 这是圣经里面充满很多 你爱神 这是律法 神就预备眼睛 为神看见的 这是恩典 所以你赞美主 是律法 神喜悦你赞美主 恩典 神就祝福你 这个是恩典 这个就是我们 尊重 其实我鼓励人 尊重律法 我不是说不尊重 我是说尊重 主要是动力从哪里来 如果你动力 赞美主 因为基督徒要赞美主的 基督徒不能埋怨的 所以我要赞美主 这是律法推动 恩典推动是什么 神很美善 所以我乐意赞美主 神很美善 为我做很多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乐意赞美主 但我赞美主 神也祝福我 所以我开心 这个总是有神的恩典 帮助的就是恩典 我们做的就是律法 律法也会 可以形容这样形容的 神已经准备将恩典赐给我们 神很多恩典赐给我们 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 其实这个恩典是给所有信靠的人 但我们赞美主 因为我们信靠神 神就喜悦 神就将恩典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 神想将恩典给我们 当我们亲近神感谢神 祂的恩典就临在了 就这个不是我们赞取的 不是赞来的 赞来有什么意思呢 赞取神的祝福是这样的 我们做到这完美 神说你是完美的 所以我赐福于你 世界上没有这种好行为 我们所做的都是完美 但我们顺服神的时候 神去喜悦 这是因为祂有 非常地广阔的心 祝福的心 但他看到人顺服神 祂就很喜悦 祂就祝福 不是我们赞取 所以不是我们顺服神 带来的福气 是神因为欣赏我们 不完美的顺服 祂也喜悦 祂也祝福 所以这是恩典 不是我们配得的 我们不是配得的 所以我刚才所说的 这是我们分辨到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律法 律法是人要尊重的 律法两方面 一方面是我们尊重神 爱神 侍奉神 荣耀神 加美主 都是律法 然后神的惩罚 神的管教 神的审判都是律法 所以律法两种 一种是人要做的 实戒是律法 正宗的 爱人爱神是律法 正宗的 然后神会管教 这是律法 是神对人所做的 的管教惩罚 然后恩典是什么呢 神对我们做祝福 帮助我们的就是恩典 所以你看到什么事情 有没有说到神做什么 神怎样欣赏 什么赏赐 接纳我们 这就是恩典 那我们就懂得用恩典 鼓励我们 我要诈美主 这是律法 提醒自己 这是律法的提醒 我要诈美主 但如果我说 神有很多恩典 我想到神的恩典 就诈美主 但我诈美主 神也喜悦 神也祝福我 这个是因为恩典 所以鼓励我 诈美主 但诈美主 还是律法 我可以看一下 帮助我们 Holocaust 我们是致愁 那一段 Muslims 十一段军 帮助我们 祝福 有識 终枢 的 色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